大家好,又来到Brother短片教学的时间了 今次会教大家 如果电脑里面有一些Database的档案 你想将它连接到我们Brother Pre-Dutch Editor 这个标签机的软件 打印的时候,需要怎样做呢? 这里我会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我们先看看电脑螢光幕 这里先吧 假设我们有一个类似是超级市场的资料库 里面有它的Product Code 也会有它的名字或者其他资料 而如果我们今次的标签 是需要上面有它的英文名字 以及将它这个Product Code 变成了Barcode 出来的效果是怎样做呢? 我或者可以在这里示范 首先,就要去回我们Brother Pre-Dutch Editor 的软件 然后去回左上角,File 这个位置 选择Database 选择Connect 这个时候,你就要选择你刚才看到Database的档案 选择一下 选择一下 选择之后,就按下一步 它就会问你是 那个档案里面的哪一版 正常都是第一版的 如果不是第一版的,就照选择就可以了 按下一步 出来,你会看到 在Brother Pre-Dutch Editor 这个位置 其实已经连接了 刚才我所说的 这个Supermarket 的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 刚才所说的 我们的Label 上 今次希望有它的英文名 以及有个Product Code 的Barcode 那怎样做呢? 很简单 其实我们先做了英文名 它会有个 Contest 在最顶的 Item English 这个 我们指着它 然后拉上去 上方 它会问你是要文字 还是要Barcode 那我们选择Test 因为这个英文名 我们选择Test 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已经出现了在上面 那刚才再说 Product Code 这里 我们希望会做一个Barcode 那就指出Product Code 拉上去 那今次 不要选择Test 选择Barcode 那就会出现了 一个Barcode 在上面 如果你发觉 这个Barcode 不是你心目中想用的Barcode 其实 我们这个软件里面 是有多种不同的Product Code Barcode 可以让你选择 这样我可以选择的 那我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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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就会自动 帮你转了 刚才的Barcode 做一个QRcode 那你可以自己 改变 那我再选择 而最重要的就是 经你刚才的 步骤 做完之后 其实你只要 指回你的Database 不同的行数 那它就会自动 将你刚才 连接了的 资料库 去更换回它的资料 只要在同一个栏目下面 那你可以看到 我指着 这行是Milk 那它就会 上面变回Milk 转回它 它独有的Product Code 那希望今次这个示范呢 可以帮到大家 更快上手 使用到我们 Brada Pre-Dutch Editor 这个软件 那下一次我们再见 拜拜